新北市消防局淡水消防分队主动出击 最近不定时会下礼到巷弄当中举办快散活动 要帮大家装住警器 而不少居民都认为消防队下礼协助是非常方便 为了帮助独居长者或者是行动不便的民众 能够有效地预防火灾发生 并且在第一时间能够把握逃生路线 许多民众对于住家安全非常重视 野生客体会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重要性 新北市消防局淡水消防分队更主动出击 最近不定时会下礼到巷弄当中 举办快散活动要帮大家装住警器 我们会选择这些这边的话 其实我们会选择一些五楼以下的一个住宅的部分 然后是因为毕竟不是每一个年龄层的一个淡水居民 都可以接收到网络的讯息 对所以我们就是透过这种活动 然后直接走路人群走路 就是提供这个可能年龄层比较高 这个族群的人的一个福利 消防分队表示火灾住警器 其实在辖区内只要是五楼以下的公寓住户 都能够向消防队来申请装设 不过由于住警器的数量有限 目前以一户地址申请一个为优先 不重复申请的方式推广安装 并且以独居长者弱势民众为优先对象 不少居民都认为消防队的下礼协助非常方便 基本上来讲的话我是觉得是有帮助 因为现在毕竟淡水来讲的话 有很多是属于比较旧的社区 那很多旧的社区基本上来讲 现在年轻人大部分都在外面工作 然后大部分旧社区里面 其实像你刚才也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基本上都是一些年长的长辈 那所以说大部分有时候 长辈主东西难免都会忘了 我们就是总楼层数是五楼以下 对然后我们就是借由身份证 然后再加你的地址 居住地址就可以了 只要你是淡水的居民 对这样就可以免费领一颗这样子 对然后之前没有领过的才可以申请 消防局强调火灾助警器 可以在火警初期发生警报声响 让屋内的民众及时察觉 及时采取应变 建议每一个居室都应该安装 才能够全面防护住家安全 若是有民众大量需求 也可以自行购买合格的住警器 以确保住家安全 记者许多安一的学生报道